所以我們回來玩車仔 厲害 我們先拍攝這邊 這次要介紹的是 SHIELD Porsche 基本上這次推出了三部 記住是三部,不過是兩盒 顯學贊助的波子911 有一個大1500體限定的2Z Porsche 這裏亦有CAREA CUP的911 一號車Ferrari 問你死了嗎 這次的盒內 會包含內部的車卡 在這包裝及收藏來說 價值更高 後面有個喜歡玩車的 問一問 有甚麼意見 正 這些就擺明是賣廣告 看見它本身是兩面 後面會看回這次1500架內 這組的號碼是多少 每個號碼都不同 這次我們抽到976 分之1500 至於另外這部SHIELD 這個號碼都可以 這架1010分之2000 卡 介紹完 我便玩一下車 或者很快地看一看 這次這架1號的911 看見本身的拉花和移印都不需要多介紹 都非常精準 而且按照 按照KIME來說 我開這部 也是不錯的 是 看見本身的車頭 移印和秘屎 這麽大顆的透明件 亦都做出來 亦都可以看回 小顆的秘屎 移印都很清楚 當然 剛才車輪的防滾架 亦都非常清晰 雖然沒有上色 不過裏面已經做足所有東西 車底都沒有問題 好了 接著看另外這兩架 2號和7號 雖然大家的車款都一樣 但它的移印和拉花 真的會有多大分別 哎呀 嘩 就這樣飛了出來就完成了 很古代 對 911 我們年輕人 對 小時候覺得這輛車是神 對 現在沒有車是燈突出 看見本身不同車身 雖然大家都是顯殼 但贊助員不同 其實一拉上去 你會看到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防滾架也有 對 裡面的防滾架 是全部做好給你 很漂亮 車輪亦都漂亮 我知道這個牌子 Sparky Sparky 好像是澳門公司 和好賽商有關係 這些便是專業 我聽聞 不過剛才 外型來說基本上 不需要擔心 最重要是看你究竟是否波子迷 如果是波子迷 這次微影這三輛車 都絕對值得大家收藏 是否有些地方要注意 導航鏡要小心處理 這是固然 但至今也不用太擔心 打平一點 麻煩 對 你可以看到三輛車的拉花分別 一次過看完三輛 你喜歡的 其實你問我 這些不是一千幾百 你真的一百幾十 為何不全 其實每輛都好像是一百元以下 我沒有特別留意 但通常價錢都是相宜的 是 舊經典 舊經典 好 今次介紹這麼多 待會見